大家好,我叫雨昕 然後這次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去聖風基地營的經驗 那這次我會把聖風基地營簡稱EBC 會比較簡單 然後我們出發 這個是 在我們出發是從我們選擇了傳統的路線 就是從G裡出發 然後走了20天總共210公里的路程 然後到了聖風東的基地營 就是5360公尺的高度 那一般人會從那個小飛機的地方 搭飛機上去跟搭飛機下來 那行前呢我們跟我們的祥島 在加德滿都做行前的準備跟一些採賣 那隔天我們就搭乘他們的當地的公車 到了第一個山莊就是G裡 那在旅行的路程中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每一天每一天都可以遇到 然後不同的山屋的人都會幫你們準備不同的食物 那要記得他們的馬鈴薯是非常新鮮而且脆口的 然後可樂啊是我們最喜歡的奢侈品 然後一開始在前面五天 前面五天在2800以下的海拔高度下呢 這些的風景都跟台灣的風景很像 就是有一梯田啊然後翠綠的山谷然後河流 那我們就是沿著那個山谷一直進去 那在旅行的過程中當然人裡面的會碰到的人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然後他們每一個村莊他們都會給我們一些特別的經驗 然後像這些藏族小朋友他們都非常的純真 那因為我們是長途的旅行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控制在每天 它會走到六跟七個小時 趁太陽下山之前到達山屋然後開始曬太陽 因為我們是冬天出發的 所以其實沒有太陽的時候都是零度以下 然後因為這個山徑是完全沒有車子的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人然後動物然後背上去的 那像他們當地的人 背的負載量都差不多都是五十到六十的公斤 然後這次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看到聖母峰 它小小的它在山脈的算過來第二個 然後每個人都會非常的興奮 因為已經走了好多天 然後而且它是一個彎上去的 所以你進入一點點就是哇一個就是聖母峰 然後每一個山莊的出入口都會有他們當地的特色 就是他們是戰傳佛教 所以他們會把他們的經文刻在大石頭上面 然後或是像這一張他們會有一個門 像這個門出去之後也就是山脈了 那這個門裡面的左邊跟右邊就是轉經輪 然後上面就是唐卡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走到了這個地方 它是牛奶河 然後它是冰川下來的河 然後就是看起來非常的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非常的有動感 而且是冷烈 可是事實上我們要穿過這個牛奶河 一直往上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事 然後這兩張 這張的投影片呢 是在南池市場的地方 然後一般人會在那邊停兩天 做高度的適應 可是像這張圖 右下角有一個人在跑步 那時候在辦那個高山馬拉松 然後有一些比較奢侈的有錢的團的話 他們可能就只走到南池市場 然後遠眺到聖母峰 然後就再來搭飛機回去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四千公尺了 四千公尺以上就完全沒有植被了 然後進入眼淚呢就是像這樣子的山脈的山景啊 然後也沒有雲了 就是非常清澈的天空 然後最後這邊走到了昆布冰河的上面 然後只要繼續往前走 到那個右轉角的地方就是聖母峰的基地 就是許多登山者的起點 可是是我們的終點 然後我們走在那個冰上的時候 其實還滿興奮的 可是還是有些人會高山陣 然後因為我沒有帶國旗 所以我放了山屋裡面有人貼國旗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自己把自己的心得寫在一張紙上 然後把它綁在那個基地銀上面的石頭上 然後那天剛好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所以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然後最後我們就從魯卡拉 大家那個多旋槳的飛機下山 然後因為通常其實是很難下山的 因為很容易起大霧 所以通常大家都會在那邊等一天兩天 甚至等一星期 然後就會很混亂 然後很多六十歲七十歲的老伯伯們 他們的夢想也是要去聖母峰 所以他們不管何時何地或是你幾歲 只要你想去 其實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去的 好這就是我很簡單的聖母峰的分享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找我們的嚮導 他是槓嘎古龍 然後古龍族的 然後對 掰掰 好非常謝謝雨淇 7osten 你們的兒子 那麼雖然 是 麻煩 夢祝 感谢观看